民进党过去也有用这种多数在运作 不管那个议题大家知不支持 你用这种程序的方式 做一世公保的脚步 你这么做 最后第11届 大家决定用这种三党不过半 所以央态上来讲是 大家讨厌过去这种多数的压制 碾压少数的一个方法 所以希望新的国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如果你现在还是用旧国会的方式 那当初干嘛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 我想大家应该这阵子都有看到 在立法院爆发的严重冲突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个议题 我们今天请到了NGO圈的朋友 龚都盟的执行长张宏林来聊聊 那强者我朋友强在哪呢? 首先他是现任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执行长 目前龚都盟已经成立了17年 他们成立的目标 就是希望监督国会淘汰不是任的立委 在他们的推动之下 目前立法院的会议跟党团协商都有公开直播 而每一个委员平常的出席状况 跟发言表现 他们都一清二楚 那因为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议题 他理解的门槛真的蛮高的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对于立法院现场的 意识程序规则还有实物运作 都非常了解的张宏林执行长 一起来跟大家聊聊 国会改革到底在改什么 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哪里 双方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问题 以及如果法案通过可能会怎么样 好那麻烦我们的资金长 先跟我们的观众打一下招呼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今天除了我们以外呢 镜头外其实也还有我们的秀华杨杨 一起来跟我们聊聊 大家好我是杨杨 好那不过在开始之前呢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还好在节目继续之前呢 有个消息想要先告诉大家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志祺我本人单人讲述的内容 要搬家咯 为了喜欢听时事议题 跟喜欢听访谈听众 都能够迅速地找到自己喜爱的内容 4月起纯声音版的时事议题内容 将会搬家到全新的频道 新频道的名字就叫做志祺七七Podcast 而既有的Podcast频道 会更专注在强者我朋友系列的访谈内容制作 并且更名为强者我朋友百志祺七七 欢迎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 赶快点击咨询的连接 把新频道强先订阅起来吧 我觉得首先可以请执行长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这次爆发争议的花东三法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两兆法案 跟国会改革法案到底是什么吗 但我简单说 国会改革无法 因为老实说跟国会相关的法规还蛮多 只是这次主修有五个 跟国会相关的法条 所以大家就称作国会无法 其中当然包含所谓的立法委员职权行事法 刑法立法院的组织法 立法委员的行为法 跟立法委员的护选 院长副院长的办法 指责无法 另外大家谈到的花东的三个交通条例的部分 主要是提到花东快速公路的建设条例 还有环岛高速铁路的建设特别条例 跟国道六号东沿花莲的建设条例 讲起来很拗口 简单的说 一个就是把我们现在的国道五号 就是直接再拉到花莲 另外一个是从南头 拉一个高速公路 拉到花莲 还有一个部分 当然就是高铁 直接从 如果大家觉得想要做 以来还不够 直接再拉到花莲 大概就整个来讲 是这三案法案 但是在过往的评估来讲 当然这个可能造价的部分 可能高达到将近两兆 所以大家会提到 两兆的花东的一个 所谓的建设的一个法案 其实我想如果我们延伸来谈 这一个 所谓的前坑条例的这一块花东建设 其实这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争议 我先简单的说一句 待会还会有时间再来谈 就是说 这跟过去有人会拿出前瞻 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 所谓前坑等等 的确前瞻里面也有很多的 轨道建设部分 当时也被许多的团体 环保团体所批评 不过有一个很不一样的部分 是不要忘记了 当初提出前瞻法案的是行政部门 也就是在我们宪法的 权力分立的角色 行政部门负责行政事务的规划 提出预算 但要经过立法院来审议 也就是这是民主的双保险 我给你提案权 给你预算权 但是审核通过最后的决定 在立法院 但这一次的法案 刚刚大家特别听到了 这三个法案是立法院 国民党自己起草的建设法案 自己通过 然后要求行政部门执行 这当然非常不一样 这个必须要把它搞清楚 这些部分是完全不同 就是说你对于建设里面 有没有环凭这些内容 大家可以去批判 但在起始的部分的条件 完全不同 这是立法院自己起草 所以以后如果立法院 因为他独大 自己可以起草法案 立法院未来也可以定出任何 就是我要盖第二座中正纪念堂 然后自己通过预算 要求行政部门如期要完成 这真的就是毁宪乱政 我们必须说 这样的一个原则 真的是不符合宪法精神 我必须说 不是去修改宪法 就给人家扣帽子 叫毁宪乱政 当初我们支持18岁公民投票 我们就是先毁宪乱政 所以不应该乱扣帽子 就是说提出修改宪法 这样的概念 就叫毁宪乱政 但是我想宪法里面 权力分立的精神 应该是普世 在对民主国家的原则 你今天侵害了行政权力 乱了大家各自的角色 行政院能不能自己通过内规说 以后我的法规 不需要经过立法院三读 我自己行政部门 定定觉得有道理 就来执行 如果这样子 我们也会痛骂行政部门 这也是毁宪乱政 因为按照国家的法规 立法就是要经过立法院 所以道理很简单 你今天就是剥夺了行政的权利 残害的行政权利 同样的行政权 未来如果自己 透过自己的内规说 以后我行政部门 相关的法规 不用经过立法院 我自己行政院拍板定案 就交付各部会实施 我想我们也会站出来 痛骂行政部门 所以我想这个大家 必须要一开始 先理清楚的内容 在两条法院上面 我觉得其实在社群上面 看到很多人 就是有点反弹 他们可能特别针对 就是像是东沿花莲 然后还有像是高铁这部分 然后很多人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 是贯穿中央山脉的部分 所以很多人就提到说 可能应该要先还评 然后或者是不应该明确 定制完工的年限 等等的这些争议 所以我觉得它算是 比较好直觉 可以了解的一个争议 但是国会改革的争议 好像就比较难懂 它有点复杂 那当然回到我们 现在的国会改革的法案 其实里面有几条 以我们公民团体 至少以公民监督 国会联盟来讲 我们也负责任了说 有几个条例 我们基本上 方向上是支持了 比方说听证调查的权限 我想我们大家 可以先跳开一下 先不要看 现在是不是你支持了政党 作为执政党 先问一下你觉得官员 会不会说谎 你觉得官员会不会误导 你觉得官员会不会 在我们在严谨 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也许都有跟官商有勾结 所以某些来说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 刚刚提到权力分立 相互合作 也相互制衡的状态之下 我们觉得在现今行政 独大的样态上 是否该给立法 有一些权利 来对于行政的制衡 我想在大方向 我相信这样子理性一听 没有人会反对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是 人事同意的审查权 在我们权力分立的概念来讲 总统可以提名 这个我们讲到 包含司法院 考试院 监察院 包含大法官 检察总长的提名权 那提名之后 当然就是经过立法院 我们刚刚提到 民主机制的可爱 就是有双保险 我们再让立法部门 来做审议 那包含还有一些 是包含NCC 中选会 这种独立机关 原则上 它是归附在行政体系 是由行政院来提名 但也要经过立法院 来审查同意 老实讲 连我们的公共电视 都一样 公共电视都审查 公共电视的董监事 虽然不是立院直接决定 但是是由立院比例代表 选出公共电视的 董监事临选委员 再来临选董监事 所以基本上来讲 立法院的确在权限上 对于人事同意的部分 有很多的一些运作的前置 我们觉得过往很多时候 一个礼拜提出 一个礼拜就要表决 我们觉得我们连搞不清楚 这些人的背景 监委的保障 事实上在任期上 有的都高达到六年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 总统都不知道下一任是谁 监委确认他可以做到下一任 其他的一个角色也是如此 所以这么重要的独立机关 必然我们认为必须要严格 来做审议跟审查 这个方向来讲 我们认为当然都是一个 较好的一些方向 所以有些方向 我们认为是好的 但是在这次的修法过程当中 有的是在修法过程程序上的粗暴 有的是在这过程当中 超过了我们所期待的方向 他扩增了更多的一些权力 这大概也是我觉得 我们在这一次里面所讨论的 那里面当然这一次 大家比较 整理比较大 除了听证调查 人事同一权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谈到总统 进到立法院里面 接受这些所谓的立法委员 是不是要接受立法委员的质询 其实现行的法规 基本上本来就有 是总统可以到院里面来做报告 他可以选择要或不要 但他如果来的部分 立委是不是可不可以咨询 其实原来的法规上也可以 但他的规定很清楚 如果大家去看法条 他大概所提到的部分是说 立委可救总统报告的内容 重点是要报告内容 你不能总统来谈这些事情 你突然问说 总统我想问你 大安区里面哪一条路 那个水沟一直都不通 总统你有什么看法 总统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搞不好有些是 地方政府的权限 他那个一时之间 可能很难找到 这个资料来回答 所以原则上是 总统的角色是 对整体的国情的 一些报告的部分 对国会来做报告 立委的部分 当然他在针对报告 认为有不足不懂的部分 在提出 但原来的概念来讲 当然他的设定上来讲 总统可回答 可不回答 但在机制上的设计上 其实原来都有 但一直的争议比较会自在说 他们要求要急问急答 那急问急答的概念 大家可能讲 什么叫急问急答 简单的说 你现在只要看到立法院 在咨询院长 或者是委员会里面 在咨询官员 那就是急问急答 部长 我想问一下 这个法条 为什么当中认定 请问回答 部长 你不要说 我觉得你有问题 你都不认真回答 你到底有没有做功课 急问急答 就是两个人 大概就产生这种 强度的辩证 我先说 在立法院院会 这种急问急答的部分 我们不一定觉得 那是不好的 因为那就是个辩证 就是大家讨论清楚 只是国家的元首 适合我们故意要放在 我先说 你先跳开 你喜不喜欢 知不知这个总统 那有可能你在设定上 你就是摆明了 让大家天天在骂总统 你当然说总统 也没有很大 大家都可以骂 但这会是我们所希望 出现的国家的样态 总统一直把它降低位置 再做辩证 那更不用谈 在宪政体制上 总统到底跟不跟 对你立法院来负责任 我觉得如果要谈这一点 应该谈说 我们到底认为 总统他被监督的权限 他到底有没有有权无责 如果你要谈 总统的监督的机制 那我觉得你就整体来谈 那搞不好最高位 还会谈到要不要休闲 重新来做更改 否则以现行的机制 你不能只是觉得说 我想要他负更多的责任 就去用错误的方法去解决 那如果讲简单的 总统如果实质上 变成是像这种 一般事务的寻达 那你还要 行政院长的施政总咨询吗 那请问施政总咨询要废掉吗 那以后要不要 总统兼任行政院长 干脆这样一字 就是说这是一个 我认为的确是 听起来较为复杂的 宪政游戏的规则 那我觉得现在 作为一个在野党 你提出了这些建议 当你现在应该说 国会的多数 你当然有责任 应该把这件事情 讲清楚一点 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因为像是在这个 总统国情报告 常态化的这个议题上面 感觉起来就是因为 国民党在过去的 八年里面一直很常的批评说 蔡英文总统 都没有来到立院报告 那所以总统可以到立院报告 但总统 有没有需要到立院报告 目前是没有规判的吗 目前规定是没有的 我先说 其实就我所知道 没任的总统 尤其民选之后 民选总统通常都不会反对过去 大家应该知道 台湾选举的张力也很强 你真的认为这些总统 会很怕过去做辩论 我还是说 那不能把它解释成规避 这部分应该是说 正常从过去的经验里面 他们就是总统都会想去 只是通常当时的在野党 就说你来 我才不要给你作秀 你来就给我接受 急问急答 你如果不接受急问急答 你就不要来 大概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并不是总统不要 先说 那总统没那么闹 就我所知道 包括如果讲马英九 都是 历任的总统过去 经过民选的张力 他们不会反对去那边 然后有个美光灯 全台湾都看他要说什么 只是通常在野党会说 来不太好 你来你就要接受急问急答 你要接受我达学 那通常都是在这部分来讲 协商就破局 就没有来 大概比较多的是这个原因 而不是说总统他规避 我觉得这个部分 大概在历史的还原上 样态是这样 这样我才能够理解说 为什么除了希望 他报告常态化之外 还要加上急问急答 这个条件 因为急问急答 才可以让立委这边 他们有他们能够展现的空间 但这个当然就 我们刚刚提到的 不太符合我们在宪政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 大家现在又把它混着讲 也就是我觉得谈这个问题 应该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我们来问一下 总统现在有没有权责相符 我们认为要怎么样 才能监督总统 总统毕竟是全民选出来的 要谈民意的基础 他比你立法院 我们讲独立的立委 他一定比你的民意基础大 虽然整体来讲 国会还是最高民意殿堂 是所有的民意聚集 但样态上来讲 这种合理的平衡部分 我认为他还是 你必须要找一个 合理的样态的状况 他不应该沦为 为了咨询总统来作秀 而导致对于我们国家的 许多的一些 我认为在整个权限上的混乱 这个大概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争议 是这个藐视国会罪 这个又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这当然我觉得有一点点 也是我们认为是立法院的 非常严重的扩权到司法权 我们先这么说 刚刚我们也说了 公共盟基本上是不反对 所谓的听证调查的权利 但正常的状况之下 我们的藐视国会 基本上是跟听证调查权 是绑在一起的 是连提应的 为什么 在藐视国会 通常都只有在行使 听证调查的时候 才会有这个法则 因为他等于是配套的法则 当我在行使调查 我们院会都同意要调查这件 认为有弊案 或者重大重要 全国关心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今天拒绝来出席 或者之后发现你说谎 因为当我要决定这件事情 要决定修法的方向的时候 你竟然给我错误的资讯 所以这就是藐视国会 你让我在这过程当中 无法完整的去做这些 做出最后正确的决定 所以基本上 听证调查里面会延伸有 所谓的藐视国会罪 他基本上还是着重在拒绝 然后阻碍了 所谓的听证调查 或者是错误的资讯来做影响 但目前的修法方向 看起来是独立有一个 叫做藐视国会罪 而且其中有一项 直接的部分的修正条文 是连我们所谓的反咨询 在这个5月 我们看到5月21号通过的 就早上9点58分 第一个通过就是第25条里面 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修正过的 就是说 咨询之答复 不得超过咨询范围之外 并不得反咨询 这个还有一个新的名字 还有一个叫反咨询 这件事 我必须说 全世界没有反咨询 这一个在对国会里面 订定一个反咨询 这样的条文 这个只能说我们中华民国 独步全球 国众两党提出的这种 非常创新的版本 因为我们刚提到的 在立法院本来就是个 辩证的场合 只要你不涉及人身的攻击辱骂 在我们看起来都合于这些内容 我们特别强调 当你希望的是 急问急答 他本来就有辩证 我们今天当有人在说 我觉得你们卫福部作家 难道你要他回应吗 我说没有 委员你要有 你要有这个 有评有据 请问你 从哪里得到我们资讯 你怎么可以回头问我要从哪里 你这反咨询 这就乱七八糟荒唐 你既然要用辩证的方法 基本上在攻防的过程当中 自然就会有张力 虽然大家常说那个是委员的质询时间 但我们的设计样态上 就是这种方式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规则很重要 不然如果不要立委吵架 就是你讲一分钟 我讲一分钟 你讲一分钟 我讲一分钟 我跟你讲 至少我不敢讲说没有吵架 但应该会祥和许多 至少是分开来了 没有那个摩擦碰撞的空间 不会有那个声音叠在一起 让大家就 没有办法像现在有这么高的张力 对 如果大家说不 我喜欢这种张力 你怎么可以定一个反咨询 而且藐视国会 我必须说 如果我们在谈藐视国会 国会应该不代表现在的立委 国会应该是一个更神圣的机构 他也不是说藐视国民党 或者藐视民众党罪 他叫做藐视国会 所以所谓的国会 应该是谈这一个殿堂 如果官员做伪证有罪 请问立委用错误的假讯息 咨询官员有没有罪 所以现在藐视国会 哪些样态属于藐视国会 应该也都还不清楚 没有 反咨询的部分没有 当然都没有 什么叫反咨询 就是你说 我可能刚刚不小心跟志祺讲话 比调一下 至于说你是不是藐视 我志祺七七的节目 我只能 反你说了是就是 我就是说 所有你眼睛眉毛皱一下 那干嘛的 我都觉得你是不选的总控 我大概都可以定藐视国会 现在基本上 爆山爆海 只要他们人数多 他们现在唯一有定藐视国会的规范 就是我们在座一半的人 同意你是藐视国会 你就是 我就可以送去 他唯一只有用这样的一个 解定乐多数学的部分 所以藐视国会的定义 由多数的人来决定 这不荒谬吗 他几乎都不用经过司法 我们知道司法的诉讼 都还有一定的严谨程度 而他现在要入你罪 判你刑 这还有刑责 这就是所谓的求援裁判 都是我自己的 我有听说是 他们希望能够在刑法里面 也立下这个藐视国会 但刚刚就是执行长所说 那个第25条之一 是吗 我记得现在是不是 其实已经 草案的部分是通过了 对我们现在二读的部分 基本上是通过了 那刚刚执行长 有提到很多 国会改革相关的议题 那很多人就说 其实现在国众 提出来的这些议题 也只是在做 之前民进党曾经承诺过 但没有做到的部分而已 这样子的说法你怎么看 的确有一些 就像包含我们公民团体 有提到的这些所谓听证 人事审查 更为严格 然后时间拉长 这有些的确是 一些团体期待的这些内容 那我们应该回到蔡英文 当初对国会改革提什么 我们可以来检视 当初如果大家还记得 那时候蔡英文喊出 对国会的三个面向 第一个是 人民的国会 开放的国会 跟所谓的专业的国会 这三个方向 那人民的国会 大概就是修宪 要降低投票的年龄 这个部分当然最后有提公投 只是没有过 那另外 当然要落实单一国会 希望来废除所谓监察院等等 希望也把国会的政府议长 改名为记名投票 这个部分当然现在 他之前没做 当然现在是国中提出的版本 开放的国会里面提到 要建设网站 然后要让大家可以做立法倡议 当然里面也提到 网路的直播 跟国会频道的设立 程序委会不档案 我想这个部分第二点 大概都有完成 因为我们后来都有国会频道 而且国会频道还定频了 就是我们现在 不管是有限无限的部分都有 所以这一块我认为 在国会开放透明的部分 至少大方向的部分有做到 虽然共同盟还有要求 包含助理聘用资讯等等 这部分是没有做到 那程序委员会不档案 他有承诺不档案 所以现在我们以为 已经不会再有这种 这已经变历史事件 因为过去程序委员会档案 最严重的部分 就是在第七届马鑫九执政 国民党完全执政的时候 那时候民进党才27席 老实说国民党跟其他的 无党团结联盟合在一起 都可以直接提修宪案了 明明人家已经27个委员很少了 那时候国民党还是用这种违法 在程序委员会档案 当时国民党就做这种恶劣的做法 到最后我们一直在抗 一直在骂 后来在第八届 当然第七届还是有 到第八届慢慢就骂完之后 第八届是减少 那到第九届当初就是等于民进党 完全执政了之后 的确这就是他们当初宣示的 那后来的部分在程序委员会 我们所看到的也是没有在这边 特别在做档案的一个动作 但没想到现在在第十届的新国会 这种老把戏 国民党又拿回来 跟民众党联手在做这种事情 那这个第二点至少是 目前我们看到是有 在第一点刚刚提到 有几项是没有达成 所以之前是承诺不档案 但他没有立下规范就对了 那个不是他不用立下规范 原来的法规你就不能档案了 他只是说我promise 我不会去违法档案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敢违法 如果这是一个违法的事 那么现在违法会有任何的处罚吗 没有因为我们的纪委员会 也不处罚这些人 那这就是院长私职啊 其实程序委员会档案这件事情 党团之间如果有所谓的 我们谈到的是张力 他们各自不服气 就是院长要来处理这件事 因为院长应该问你的秘书长 程序委员会可以档案吗 如果院长今天都做事 立法院违法的议事工坊 院长到底有没有责任要处理 这是我们大家在看韩国瑜 到底不管谈他的功力 谈他是否客观中立 他是否有专业有能力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 都可以来显现这些样态 那第三个部分 谈到的是专业的国会 这边也提到 就是他强调应该要利益回避 跟专职化国会议员 很遗憾这件事情没有做到 但我必须说 这一次的国会改革也没有 国会改革为什么这次被骂扩权 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以外 其实很重要的部分是 我们在检视他有没有扩权这件事情 应该要谈除了宪政分立 有没有预约那条界线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指标是 有没有相对自律 也就是说当你要增加权力的时候 你有没有相对要自律 那我必须说 我们原来在蔡英文总统提到的 所谓的专业的国会里面 是有希望让立委变成专职的立委 我特别强调什么叫专职 因为我们现在的立 我们台湾法规在民意代表的部分 基本上是可以兼职的 所以基本上立委虽然等同部长 一个月领19万 但他还是可以兼职 立委也可以兼职吗 我知道立委可以 但是立委也可以 所以立委他可以去挂读董 他可以去挂银行读董 然后所以说看你金管会 敢不敢来存罚我银行 因为我的董事长里面 或者读董里面 我有一个立委 看你怎么办 我们的行政官员是不行 但我们的民意代表 目前的法规是没有限制 是不行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在当初蔡总统当然有喊出 希望让这部分变成是 专业的专职的原因在这里 那这的确没有过 但我必须很遗憾的说 这次国众两党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提案 他们也不敢提 让他们自己变成专职 专职的话 所以这部分也不要骂 说民进党你没做到 这部分国民党 目前跟民众党的版本 基本上我们看到是没有 另外一个就是 希望落实委员会的审查 就是委员会中心主义 总统当时提到是说 如果保留的条文超过三分之一 都要回到委员会 再重复再做审查 这部分很重要 另外一个强化幕僚系统 也就是让国会的幕僚 让我们国会的幕僚法制化 让他有更多的这些保障 但是我们有说过 如果你要加强国会幕僚的 这些保障 相对的国会幕僚的透明 就应该提升 我们过往也知道 国民党在抵制公都盟的评鉴 但我们一直对外说 其实他抵制的不是那些 初缺席 有没有提案 法规 法案 这些内容 因为立法院已经高度透明了 这些资讯 网站都找得到 他其实抵制的是 我们在评鉴现行的 这些他的表现 院内的表现以外 我们有特别问了一个利益回避 跟助理聘用的问题 我们一个月给他将近40多万的 助理聘用费 法定聘8到14位 我们问他 你有几个放在国会 几个放在地方做选民服务 里面有没有三等亲 然后我们也询问他有关一些 你有没有坚持盈利 非你组织的资讯 国民党他抵制我们的是 这一块自律透明的部分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谈到 这一次的许多的改革法案 只有增加自己的权力 但却没有去做自律的规范 所以我们当然必须说 这种改革是有问题的改革 这种改革是有扩权 却没有自律的风险 你自己增加你的权力 却你没有限制自己 在未来权力行使 或在这个角色一旦犯法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 我给你了更大的权力 那代表我也必须对你有更大的 这种所谓的 约束或者是惩罚 对 因为要不然我不会给你权力的 当我想要给你这把刀 这把枪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执法人员犯罪 我们说要罪加一等 因为我今天知道警察 要保护我们的安全 我给你配枪 警察真的拿这个东西 国家给我一把枪 我拿这个东西去要挟跟黑道 大家一定不能接受这种事 那同样的概念 我今天立委我给你这把枪 或者我给你这个武器 相对的你未来如果错用 我就应该更严厉的立法来规范你 那没有啊 藐视国会 只有藐视 只有行政官员 却不包含他们自己的自律 那我们觉得这东西当然就是一个 只扩权 却不自律不负责任的一个修法的一个方向 那以正常的状况来说 就是要通过这个法案到底该怎么进行 如果我们正常当然 在谈到三读立法的部分 我们目前就原则上就是有程序文会 那程序文在每个礼拜二的中午 他会开案 他会收集政院的或各委员所提出版本 当然包含民众也有这个创制权 如果有民众请愿等等 这原则上就是我们程序文会收案 收案完就开始分案 看这个是属于哪个委员会来主折 来做讨论 里面有没有形式上的一些问题 那这不能去给人家档案 因为在法规上你不能档案 这里不做实质的审查 出委员会之后 刚刚就讲会进到一读会 一读会就会来念这个法规 法规原则上是不做实质审议 只有某某委员等提了什么法案 有没有意义 如果有意义当然可以挡下 没有意义当然就通过 但一读会通过没有用 因为一读会通过之后 还要有委员招委 他愿意把这些案子排案 你可以想到立法院一个会期 有上百 有多一点有上千个案子 有时候你看到每次会期开始 行政员也好 或各政党有时候都会说 我这会期有要提出 我的主力是哪些所谓的优先法案 这当然是个好事 他们提出对人民负责任 他们想修哪些的法案跟内容 那这些法案内容当然出来之后 当然我们招委就会开始来排审 那理论上正常状况之下 是不是有可能提这个法案的 也有很多人 你就要把人家病案审查 这次看到有些很坏的部分 是他不让人家的案子进来 只讨论自己的案子 这当然在程序争议上 我觉得这是有瑕疵的部分 正常一个招委 你作为一个主席 还是要有 你即便代表某一党 你还是要客观公正的 去把这些案子给收集起来 那之后的部分当然 内部委员会讨论完 没有问题的 大家就是有默契 有一亿的 大家就会送到党团来做协商 那接着的部分 当然就是党团来协商 一般我们的规定 现在有一个月的冷冻期 那协商后 如果还是没有共事 当然就 就还是比人数 不能当地变成悬难 最终还是大愿来表决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二读会的部分比较细致 针对像委员会这样的案子 就逐条的部分去念 逐条再做确认 因为立法 你还是必须要很严谨 因为通过了就会变成 规范大家的法律 所以二读的部分 就是比较细致 会逐向逐条的部分来做 那刚刚也是提到 如果有问题 大家发现这有 在讨论过程当中有疏漏 原来的补救 本来就可以有一些修正的动议 让你去补断 但它的目的原意 不是让你去攻防 它的原因是要去解决 万一大家有疏漏的内容 二读会如果都通过没问题 接下来就三读会 三读会跟一读会有点像 它基本上也是不做逐项的讨论 它一样也是问这个法条 大家有没有意义 如果要去修正 除非是错字 像说以前有发生那种 开车要戴安全帽的这种法条 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必须 大家突然发现有严重的字的 字意的疏漏 改的是不能改变原来的意志 只是去做这种可能字词不顺畅 或者有可能有误用的样态之下 通过了之后 当然就会请我们总统来公告 总统公告之后 就会颁布实施 就一个时间点 如果总统认为这件事情 或者行政院反映 他自爱难行的时候 然后总统是可以请立法院退回复议 当然这有几种状况 一个是立法院自己鼻子摸一摸 觉得有点丢脸 像我们之前会计法 要为眼清彪贪污去除罪的时候 因为舆论的炸锅 满久当时跟行政院长就觉得 这个不符合社会的期待 即便那时候他也是 在立法院也是多数 但立法委员就不敢再提起这件事情 最后这件事情就胎死腹中 眼睛不要就去坐牢了 所以有过这样的样态 但是在程序上也有可能 就是立法院再表决 还是觉得愿意要做这样的执行 当然我们讲政府的机制 他就必得要做执行 所以这个原则上是我们目前 在谈到删读立法的程序 大概是这样子 当然大家各自在运用其中的一些 立法的意思规则来做这些事 我必须说 我们一直会说义士工坊 在民主国家很正常 你不想过这法规 你就会要求你的政党死都要挡下来 你想过这个法规 看到他在挡你就会骂他 这是米虫 然后让国会空转 所以我想我们持平来说 这种义士的过程抗争 这本来就很常态 不过我们必须说 只要是打架的 我们认为辱骂的 这都应该是大家不能去接受的界限 所以我想虽然这件事情 在有些原则 在程序上的一些暴力 但最后如果用一些更暴力的方式 我现在大家也会觉得说 这是无奈之下的无奈 不过样态上来讲 这我相信都是在正常人来讲 不希望我们的国会 朝向这种暴力方式解决了国会 这也是我觉得 在这种冲突上 各党的主席 我觉得都有一些责任 应该要好好的来 针对这部分来做讨论 那我有几个小问题想要理清 所以目前民进党提的国会改革法案 现在还在程序委员会吗 没有 就是他基本 应该这么说 他是被放在 他已经有的被挡掉 有的在程序委员会 就不让他过 有的部分来讲 就是像比方举个例子 之前有过说 要让我们的立委 如果尤其到底国 或者到中国的部分 必须要去做这些相关的揭露等等 他直接程序委员会就把他挡掉 所以的确有一些案子 在当时连进到一读会 连看着版本都没机会 另外一个部分是刚刚提到的 在委员会的部分 基本上不让你开会讨论来拼难 这还没出委 对这当然也是很 我们觉得很糟糕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双招委 基本上来讲 你今天不让我讨论 或者是你们强制 这样来通过这些法条就算了 那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还有另外一个招委是中嘉宾 他自己在提案 就是我自己轮到我当主席开会 我正要讨论法案的时候 既然国民党跟民众党 靠着人数说 我们想讨论散会 他连让人家讨论都不要讨论 就说好吧 你当主席 我认了 那你就去主导 当轮到我当主席的时候 我总可以好好的问我的问题吧 结果国众两党 说我们主席 我们要习散会 而且这样子还五次 等于是说 你可以想象 几乎一个多月的时间 都不让另外一个主席来讨论 那刚刚听执行长的阶段的说明之后 会觉得说 其实法条 很直接的审查 应该会是在委员会 然后党团协商到恶毒的阶段 那目前已经到恶毒阶段了 对 目前恶毒跑完 但因为我们的委员会被架空 刚刚提到司法法制委员会 大家如果回头就看过去 或者回想一下过去的新闻 本来应该要避难 逐项逐条的一些审议 他们加差的优势 直接就包裹的就通过 甚至就是直接都交付 这个大概也是很怪的事 你可以想象 委员会正常应该是要 集合避难 是不是要讨论集合大家的版本 最后有一个应该是叫做 大家都同意 因为一定有一些 不会有争议 比方说前面立法议制的第一条 对 第一条不会就可以 所以照理说 一定会并几个与完整的版本 也许有几项 大家还有争议 刚刚提到的宋交党团协商 如果党团协商没有结果 当然我们就来作为表决 照理应该在表决的过程当中 只有几个版本而已 但大家如果还回想一下 在这次很多的资讯 是这一次国会改革版本 有28个版本 送进去里面做讨论 28个版本 所以表示 程序委员会 表示他的委员会 都没有做整理 因为当然没整理 因为没讨论 整个包裹都送进去 所以这一次 包含很多的媒体 包含我们做单位来问我说 可不可以讲一下 那个现在版本是什么 我说要找一下 因为很乱 因为连立委本身都不知道 他在捍卫哪一个版本 然后为什么说 他不知道捍卫哪个版本 我们刚刚说了 28个版本 已经很多 夸张到很多 都没有整合 最神奇的是 在当天提出了 第29个 再修正动议的版本 再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 它的目的一定是在 原来我有一个法规 我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发现有疏漏 才有一个在补证的动作 你可以想象 再修正动议 把它变成是一个工坊 也就是你前面大家花了一多时间 提了一堆版本 因为原来修正动议 要优先的原因 我还是在强调 它不是让你来用来工坊 原来的概念一定是 在大家认真审议的过程当中 发生有疏漏 所以你可以提 这个修正动议来讨论 但它不代表是 你既然提一个全新版本 每个法条都从 在修正动议的 全部覆盖了 前面28个版本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了 那个版本是大家打得最凶的 5月17号那一天 才交出去说 我有修正动议的版本 也就是大家从前一天 在留守 大家就根本不知道 他要留守 要捍卫什么版本 这不荒唐吗 我这边突然很好奇的事情是 我在网路上面 会看到有些人讲说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 不管是讲说国会扩权也好 或者是这些做法 都是史无前例的 所以我好奇说 这是真的史无前例吗 因为刚刚听起来就是觉得 这就是一些已经既存的漏洞 然后这个漏洞 然后这个漏洞在这一次被大幅的使用 那之前都没有人这样子用吗 有 其实有 我们刚才提到在修正动议 进覆二读等等 然后莫说人家表决干嘛 我必须说 这个部分朝野都有 我喜欢谈这题 我们先谈一个前提 就是说过去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当然认为都不好 如果我们认为民主政治应该是责任政治 你应该要透明 要让大家可以可减和可 可救责 那我们也希望像人事同意权 你看精神上 你也希望要公告久一点 让大家来审议立法的样态 其实我们谈精神一致是如此 所以过去民进党有这么做 国民党有这么做 我想从我们的概念 我们都可以谴责这样的样态 都不是一个理想 都不是对于我们认为一个文明国会 一个理性国会的一个好方式 不过我还是要说 稍微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回谈到历史的部分 在谈这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我们又要用那种说 你以前也这么做 你以前这么做 有时候我觉得听得会很烦 为什么我就很烦 倒不是说 现在你也应该要一起站出来讲 所以就是以前这样 我们不是已经选出新国会了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就是以前这样 你讲得太好了 所以不是我们现在选出 第十一届新的国会 希望它不一样吗 我们回答 你以前都这样这个议题 应该先删掉 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是 那现在这样做对吗 所以我们刚提到 过去那样的方式 我们从公众角度来讲 我们都认为 这是不好不对的事情 我们都谴责 那只是说在样态上来说 我们还是要说 以前有做 代表现在可以做吗 我们应该问的是 这样做好不好 有没有有助于台湾社会的这些讨论 所以以前因为国民党多数 用这种暴力 是不是大家最后换民进党上来 民进党过去 也有用这种多数在运作 不管那个议题 大家支不支持 你用这种程序的方式 做意识工房的脚 你这么做 那最后第十一届 大家决定用这种三党不过半 所以央太上来讲是 大家讨厌过去这种多数的压制 碾压少数的一个方法 所以希望新的国会 有不一样的表现 如果你现在还是用救国会的方式 那当初干嘛选你出来 我另外有看到很多网友说 他在看这个国会直播的影片时候 觉得在委员会里面 真正不讨论的是民进党 例如说他们可能一直提这个 散会动议干扰会议正常进行 你觉得资金长是怎么看这个事 这个就是刚刚讲 他们把它前后错字 我觉得为什么我说政治人物 有时候都挑自己要讲的部分 目前我们是双召委的制度 那司法保安之文会会有两个人 一个当民进党的部分是 刚刚讲的是中嘉宾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号车 这个所谓的什么 打币打贪高手的部分的吴宗宪 那基本上来讲 在吴宗宪他主导的时候 因为他就是要强行通过 所以当然这个民进党 就希望他休会停止讨论 就这样攻防 像这样大院一样 我要干扰你继续进行 所以他是这个原因在提训会 不要讨论 因为我认为你是错误的 我简单讲 他的目的是要阻挠你 再继续做这个议事的推进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其实你国民党跟民众党 你在中嘉宾当主席的时候 你也提修会的动议 而且五次 你可以讲一个主席 招委要开会 他正要开会排好议案 官员都请来了 几个立委插着手 秀郑都议 今天不开会 所以理论上 如果以执行长的立场来讲 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 这样子的攻防方式 你都不是非常赞同的吗 应该这么说 意识攻防 我特别再强调 意识攻防本来就是常态 我必须说在这个样态上来讲 本来你就会用意识的手段 里面你不能说他是一个bug 因为我刚提到原来经负恶毒 可能精神上是希望你 没有一意的快速通过 原来修正东西是真的 怕我们讨论有疏漏 给予你一个救济的机制去处理 只是大家利用这种 所谓的机制来作为攻防 所以应该这么说 虽然都在做这种意识上的攻防 当然可以理解 可是我还是必须说 过往 你可能在我 你主导的意识 我去阻挠你去进行 但是在我自己想认真讨论议案的时候 你却让我连讨论都不讨论 我觉得这部分当然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样态上来讲 稍还是有不同 我必须说 虽然你说 那我也同样要讨论事情的时候 你一直喊这个所谓的 要散会要干嘛 但样态上来说 我觉得一般主席 他还是有他的主控权 你还是有主席 会尊重他在主席的议案 他等于是有点打破了 就是反正我人数多 我可能压制 让你以后不要来讨论 这件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效果 那就是以后 如果有一天 我变成这个国会最大党 你的另外一席招委 我可以直接就表决 我不开会 大家可以接受吗 也就是我觉得 这已经超过了 我认为两件事看来相似 但你去剥夺了 另外一个招委的权利 这有点是像流氓之间 也许他有一个默契 在那条线 大家是不打破的 你要打破了 那以后大家没完没了 我刚好像才听懂 因为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国众的人数还是占多数 所以当中嘉宾当招委的时候 提散会东义的话 这一个会议会直接被结束 但如果是在吴宗宪当招委的时期 提散会东义的话 他们一直提出 但没有办法通过散会东义 所以会议不会被结束 是这样的意思吗 应该这么 的确就是说样态上来讲 因为现在国众两党是多数 也就是民进党在提散会东义 的确他不会散会 因为我的表决不会赢你 这个在我的动作上 只是一个意识的阻挠 但是因为你现在是多数了 你在中嘉宾做主席的时候 给人家喊散会东义 那是真的让人家 那不是意识攻防而已 你是直接把人家的主席 招委权力全部没收 可以这么搞吗 如果听到这边 我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这次会有人讲说 所谓的少数服务多数 但多数要尊重少数 在这个状态之下 可能他们就是 没有尊重少数 你根本没有尊重我 连我的意见都没有办法表达 你直接把它提散会 这个要多久 如果连这个最基础 我们可能从国小教育 就在教的事情都没有做到了 那我们要期待 接下来的国会会长什么样子 目前有国众两党 他们提案的 这个国会改革五法 然后以及这个花龙三法当中 已经有哪些是恶毒通过的 目前的部分 就是我们就手上 我们大概有的 资讯的资料的部分 它里面当然通过的法规 如果大家争议比较高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总统 急问急答 这一个部分的恶毒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关反咨询 就是藐视国会的部分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这些内容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大概也是大家可能会 比较关注的法条 是有一个所谓的 调查权的行使的对象 目前通过法条里面 就恶毒法条里面有说的 要求政府机关 部队 法人 团体 或社会上有关系的人 于五日内要提供相关的文件 档案资料等等 来做调查 虽然当然国众两党会只说 这个不会那么轻易能实施 这个还要什么 经过什么讨论或干嘛 但我还是要说 这个法规就是法规 那个谁也不知道 未来立法院 总有在下一届的习次 人数会变动 它还是是一个 我们认为太过高度 甚至超过司法 这次为什么很多 在毁线乱政的原因是 他不仅刚刚在谈到预算权 他去侵害了行政的预算权 司法权的时候 他也高于司法权 连法官要调我们 警察要盘问我们 都有一些规范 他这边变成是一个 很松散的 人数过多 只要人数 他取得人数的优势 他就可以来调 他也可以觉得 自其其这一级 做出对我国众两党部 满意的部分 他可以要求自其 来跟我来做报告 虽然他会说不会 我不会这么粗暴 但我只是说 法条上的精神上是可以 我怎么知道你会成吗 我怎么知道下一个国会 有没有可能这样出对 你现在是说你不会 但我们都知道 这谁说了算 常常很多时候你会变卦 我们还是谈立法的结果会如何 就是要立法本身 本来就要想到一些 最极端的状况 对 目前是有 而且最严重的 刚刚如果仔细听 部队也有 连部队都有 他连部队的权力 都涉及到里面去走 所以我们只能说 在这法规的 字意上的解释 他这样的定定 的确大家还是有很多的焦虑 我还是说 我相信大部分正常的人 不会反对行政部门 需要被监督 因为我们选出立法院 就是要来制衡 监督行政部门 但是你也必须合理 同时你也必须节制 你应该自律 现在的版本 简然这一个框架的部分 都没有达到 贸然因为粗暴 因为角力 因为都没有谨慎的 在文会充分的辩证跟讨论 就这样子通过了 我们当然说了 这有可能会是未来 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灾难 但刚刚就执行长有讲过 通常在三读的时候 我们只会修正一些措置 但他现在这些 你刚说的这三个条例 都已经在二读的时候通过了 当然除非他要修法很简单的是 把部队拿掉 可能这种微调的部分可以 但是已经不是部队拿不拿掉 我们刚刚提到 你还有法人 你还有团体 因为他们一直说 不会掉个人 这说法有一点是诡异的狡辩 因为团体里面有个人 哪一个东西出来 最后不是个人 那他这样子 现在二读已经通过了 那怎么办 当然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 有几种可能的处理 因为在我们现行的 这个宪政体制 当然还是有一些 对应处理的僵局的方法 当然有没有效事为是 就至少还有这手段 第一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部分是说 我可能总统认为 这个部分自爱难嫌 我可以退为复义 当然立法院表决 还是可以表决 你还是要执行 另外一个部分是 因为里面有一些有违宪的部分 我可以提醒大法官 因为我们大法官本来就是在解决 这种宪政冲突 角色上的部分 他依着我们宪法的精神里面 会来判读现在这个执法 因为这都是执法 执法里面有没有违背 所谓的宪法的原则跟精神 就是可以申请大法官来解读 可以呼吁 可以申请大法官来解释 如果大法官认为这法规违宪 当然刚刚提到那法条无效 立法院就要再纠正 你就不能强制 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总统就他权限 在复役过程当中 他认为有疑虑 或者宪法在宪议 叫做大法官事件 他也可以hold着留着 宪布签署通过 这里面倒是没有太明确的去限定 到底你能压制留置多久 当然这会有宪政 会有政党之间的冲突 这个当然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样态 很多人当然很期待 是总统退回复役之后 最好的样态是最好直接我们那个 就是立委直接提出不信任案要倒阁 因为立委如果提出倒阁之后 总统就可以宣布解散国会 让国会重选 其实很多民众很期待这样子 另外一个部分当然是刚刚提到的 民众当然也可以申请 我们之前也为了一些法条 有了公投 像核四的公投的政策的部分 的确也可以来提出 这也是一个可以去做的一些手段 另外一个当然是民众直接 不管是上街示威游行 如果真的他们都还是不能撼动 还有一个权利就是罢免权 我们过去有行使过 让一些民代去投他 黄国昌以前都被投过这罢免 只是说现在他不会被投了 因为我们现行的法规 不分区没有罢免的机制 这当然大家只能给政党压力 但国民党还是有许多的这些 所谓的区域的立委 有可能会因此被当作苦主 被找为作为罢免的一个对象 这大概都是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最后执行长对于这次事件 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提醒的话吗 我想我们一直 为什么会监督国会的原因 我们一直有一句口号叫 有正常的国会才有正常的国家 国会正常国家才会正常 其实这件事恰巧就印证了 现在不正常的国会 国家就不正常 一方面如果让大家重新思考 为什么我们在选前那时候 有机会访问一直提到 大家一定要认真行使你的权利 因为你的一票 事实上就会决定了 整个政府国家 未来的一些样态 我一直觉得台湾 有一点在开这台车 这台民主这台车 虽然还是跌跌撞撞在走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当然各个国家都经历过这种 宪政上的运作上的混乱 只能很阿Q的说 这种问题才能让我们知道 未来怎么去避免 这些事情再发生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就台湾来说 照理我们是应该有点耐心 可以接受这种政党之间 意识攻防的混乱 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点焦虑 有一条红线 是怕被跨过的部分 其实还是来自于 中国对台湾的身手 因为在这一次你不能不说 今天带动抗争的傅昆奇 不过才前一阵子去中国 这到底算不算是 中国长臂管辖 透过立法院来操纵 我们整个国家 这里面未来还会有 这种立法过程当中 如果还是我们同意 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意识攻防 而未来去修改国安无法 反渗透法 去修正一些 对国家安全有关的法规 这大家还能接受吗 所以我觉得 特别是我觉得 如果你谈到 我们刚刚谈到助理的公开 其实现在国民党都还不愿意 公开他的助理聘用的状况 我都必须要怀疑 你可能看到的 只是表面上的这些立委 有没有跟中国来接触 但你可以想象 这上百个助理 有没有人跟中国 现在眉来眼去的 去得到一些资讯来 告诉他的立委 要修正什么法条 因为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 他聘用谁 他的资讯是没对外公开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焦虑 大概不是只是说民主可以学习 这过程 意识攻防可以理解 可以接受 他只是一个 大家在不同意见的整个过程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关注的是 有没有趁这一波的乱象 趁这一波国众两长 过半数的状况之下 偷偷去引渡一些 对国家会造成伤害 对国安会产生破洞的法规 我倒觉得全民一定要高度的 去关注这些法条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 可能在听完这集的时候 才会意识到说 这其实是一个有点严重 而这样子的观众 他的身边应该会有很多 他们可能还搞不太清楚 这件事情发生什么事 或甚至他们是觉得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的人 这样子执行长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 工具性的内容 或者说词 其实可以帮助到这群人去 让其他人理解说 这件事情是真的很严重的 这件事情我真的很为难 因为台湾基本上 已经很少有说公道话的第三者 连共同盟也被扣帽 我们的评鉴 其实有时候 我必须说 这是台湾的困境 就是我们都一直很希望 在谈这件事情上来讲 都有说公道话的第三者 持平来说这件事情 我只能说 当然做一个独立思考者 希望大家多元的去理解 了解这些事情 我觉得可以去做比较 因为现在要谈哪一个 可能包含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都会被贴上 我那时候就有发一个限动 说我们邀请了 然后我的私讯人 马上就一堆人说 可是他有立场 可是他有立场 但我其实心里也会去思考说 在我们做了那么久的节目的时候 我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有立场的 只要是资讯 因为资讯就是经过有意义的解读 有意义它本身就是一种立场的筛选 所以你要去期待 没有立场的人 或没有立场的资讯 这都是很理想的 这个我想 我刚好前阵子遇到 还是我自己这个同学的群组 也反问这个问题 我其实大家简单的可以分享 第一个部分 他们一直认为说 因为你有立场跟价值 你的评论就不客观 所以我觉得 大家应该回过头 谈的是事情的本身 另外当然大家在谈到指责的部分 同样如果回头谈我们评鉴也是 我一直说 公都盟的评鉴很简单 三个层次 第一个问题是 你同不同意立委该被监督 可不可以评鉴 如果你同意 那就第二个问题 公都盟的评鉴指标有没有问题 我们都上网公开了 请你去看 这50多个指标 你能不能认为哪边权重项目有问题 如果你认为立委该被监督 你也认为评鉴也没问题 那就是第三个层次 你认为公都盟有动手脚 我必须说 国民党每次指责我们 是测译 都不说我们哪个指标有问题 我欢迎他告诉我说 你们那个出席率给我写错 我明明有出席 我明明提案有10个 你们怎么写我0个 我们欢迎你来指证 这几个指标内容有什么问题 所以他们都是用含夸的 用你是民进党的测译 来掩盖他们整体表现不好的事实 这个我就说 这无助于社会的进步 这种扣帽 我们当然觉得也是 我们在谈到民主 现在脆弱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如果回到民众 这是一个很长的课题 我还是觉得民主的任性 还是来自于民众的独立思考 大家对于错假讯息的抵抗力 我一直把错假讯息当作是一个病毒 我们都说要打疫苗 打疫苗倒不是来自于什么政党给你的洗脑 我们当然是说你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觉得只有台湾的民众 越多年轻人或任何公民 对于这种所谓的独立思考能力越强 你对于错假讯息的免疫力越高 我觉得大家才有办法在资讯来的时候 你可以来做解读 因为我相信随着AI的未来的发展 未来这种无法辨识真假的影片 影像会更多 我觉得我们即将面临到 会有更多混沌的一些 政治攻防的这种错假的样态 我觉得我们只能做的是 赶快提升我们自己 对这些讯息的解读能力 跟对于这些错假讯息的免疫力 而且我觉得是要特别小心 刚刚那种就是说 因为他有立场 所以我们不要听这样子的评论 我觉得这种评论是 他有点像是把思考外包 就是因为他有立场 他有立场又怎么样 他还是可以讲出事实 你还是可以针对他的事实 或针对他的资讯 进行一个思考 可是如果今天他期待的是 这些人都不思考 或是他认为 这些听众都不思考 所以你听了有立场的资讯 你会笨 我觉得本质上是 瞧不起了一些人 也有可能是 他自己没有想要做这样子的思考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 就我们不应该去用立场 去单纯的讲说 因为他有立场 我们可以讲说 因为他有立场 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去检视一下 他的所有的资讯 我们应该要多给自己 在错假资讯上面的一些 辨识上面的一些提醒 或是一些警觉 但是不该单用说 因为他有立场 所以就不听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 你最后只会接受到 所有跟你立场一样的人 因为你只会是他有立场 但是你看不出来而已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张宏林执行长 精彩的分享 这集就先到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 或是点这个地方 看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么今天的志祺机器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明晚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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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